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所以這個 世界上就很有名的一個 就是英國 英國是第一個 全球立以那個叫氣候變遷法的 因應氣候變遷法案的一個國家 他有一個有名的爵士 他去做這樣的報告說 這種氣候變遷 越早做 你的相對的損失越少 而且越早做的話 你可能會從 做的過程中 你找到另外一個產業的生機 所以基本上英國在做汽油編輯的時候 他想的 不只是說我要減少這樣未來的這樣的成本 損失的成本 他也在想說這一塊我能創造什麼樣的其他的商機 所以基本上大家談的是這個 這個Stand Report裡面特別提到就是說 全球暖化不同的溫度 他對不同的這個面向 包括糧食水氏源 他的影響的程度有多少 他是有這樣的一個Report 這是蠻有名的 現在很多人都在引用 他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現在全世界投入 這個全球GDP的1%的話 那未來你可能 你如果沒有投了 你未來可能就要付出5到20倍的這樣的 氣候變遷的這樣的一個一個損失 那接下來就是說 既然事情這麼嚴重 那全球都在做什麼 怎麼大家共同來面對 所以基本上就是我們叫IPPC就是 這個聯合國的這樣的一個氣候變遷的這樣的一個組織 他每年都會做科學的這樣的一個報告 再讓這些聯合國的會員去做這樣的一個決策 那當然就是說做這些事情 CO2不是排到大去啊 誰要來管 誰要來 來減少 那就要透過國際談判 因為這牽涉到能源使用少了 你相對你的經濟活動就要變少 所以基本上他就會有去做這樣國際談判 那從京都議定書到現在 以前我們常常哥本哈根協議啦 什麼坎坤協議啊 就是這些談判過程來的 那我們等一下可能可以看一下 那 剛剛我們國內也會跟著國際這樣的一個談判去世 雖然我們不是聯合國會員 但是國際這樣的一個決定都會影響到我們未來 我們國家的一個競爭力 所以基本上我們國家也會做這樣相對應的因應 那基本上我們講聯合國的企劃觀看 因為這樣一定要靠國際的共同行動來做 所以說最早的一個協議就是進度議定書的這樣的一個前書 聯合國有194個這個DA國 那基本上工業的責任有幾個原則 就是 既然是地球村嘛 大家要共同承擔 共同的這樣的一個責任 但是是要差異性的 那另外就是說 要考慮特別的這個成員的一個需求 譬如說像那種 這個快要到海平面快被淹沒的這些國家 你可能要 提供給他特別的一個贊助 或者是比較低度開發的國家 他需要做這樣調適的時候 或是做這樣減量 你要有錢的國家要給他技術 要給他錢 去做這樣的一個調適 那另外就是說 既然全球要行動 當然用最低成本 用最低成本的方式來做這樣的一個 所以他就有一些機制說 怎麼樣來做到最低成本 我減一頓的錢可能 減一頓CO2的錢 可能跟你減一頓CO2的錢是不一樣 所以你要有一些機制 像類似貿易的 或是交換的那個機制來 處理這樣問題才能變成成成本有效 另外第四條最主要是中國大陸堅持的 就是說 我之前沒有發展 我能源用的少 你現在不因為這個CO2的問題 來限制我這樣的永續性的經濟發展 講的就是這件事情 所以中國大陸一直不願意 去做絕對的減量 他只是說我要降低我的能源使用效率 大概是這樣子的邏輯 很高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